陈旋樱桃自爆遭高宇田无情抛弃 恋爱两年因为一地被断崖式分手 难方事业爱情双崩塌 作为全网争议最多的顶流网红CP 陈旋樱桃和高宇田不管是恋爱官宣 还是最初的合拍视频 都一度在网上吵得轰轰烈烈 本以为这一对迟早会修成正果实 陈旋樱桃却在4月1日发布声明 称自己已经和高宇田分手 大家好,我是陈旋樱桃 我和高宇田分手了 陈旋樱桃先是肯定了高宇田 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帮主 随后又亮出了和高宇田的聊天记录 由最开始的如交四期 到突然被通知的分手噩耗 自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遭到高宇田的断崖式分手 两人在恋爱期间 从未有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冲突 甚至还见过双方的父母 想要将关系更近一步 陈旋樱桃也无比期待 能和高宇田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然而就在去年9月份 两人因为工作调动转为异地 见面次数和聊天频率也变得越来越少 尽管陈旋樱桃也在极力地维护这段关系 可是高宇田却在异地的第二个月 毫无征兆的单方面提出分手 而且态度相当坚决 没有一丝的回旋于地 这让一直将高宇田看作此生挚爱的陈旋樱桃 有如突遭晴天霹雳 一时难以接受 然而不管陈旋樱桃再怎么抛根问底 高宇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分手真实原因 只有冰冷冷的分手二字 将两年的恋爱过程强行划上句号 这种断崖式分手让陈旋樱桃痛苦不已 在分手后的很长时间里 陈旋樱桃都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不便会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一段精心维护的感情 为什么就突然消失殆尽 莫名被甩的陈旋樱桃开始失眠暴受 106的身高体重却只有70斤 每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昏昏沉沉地位于外人接触 而陈旋樱桃和朋友的对话 也终于揭露了高宇田分手的真实原因 作为全网最会剪辑后期的魔术师 高宇田不仅事业走起了下坡路 甚至他的私人感情生活也是一团糟 而这次让他急速他房的主要原因 就是陈旋樱桃在4月1日发布的曝光分手视频 并附上了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猜测高宇田其实是早有预谋 为了分手故意找茬 然后趁此机会和陈旋樱桃提分手 事后即使被陈旋樱桃追问 高宇田也是一副摆烂的姿态 看起来并不想去解决感情中遇到的问题 通俗易懂的说就是厌倦了这段恋情 将分手看作了对策的解脱 所有的无理由分手其实都是预谋已久 陈旋樱桃也在视频中打言 之所以时隔半年才提及这件事 是因为如今已经彻底放弃了 用三句话总结这段恋情 就是开头很美好 过程很幸福 结局很烂尾 说说对这段感情的看法 开头很美好 过程很幸福 结局很烂尾 该视频一出迅速登顶热搜 引来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 网友也纷纷怒骂高宇田 不懂珍惜 也有脑洞大开的网友评论说 可能是高宇田查出自己患上了绝症 不想拖累陈旋樱桃才提出了分手 也有网友质疑 陈旋樱桃是不是在给粉丝开玩笑 毕竟4月1日是愚人节 甚至还有自称是高宇田同学的网友 称高宇田这把是高端局 分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甚至还有人质疑 高宇田这是找到下家了 所以劈腿了陈旋樱桃 而面对网声铺天盖地的质疑 高宇田起初并没有出来做解释 直到他的评论区开始沦陷 高宇田于是不得已 在4月2日发布声明 视频中说 分手是因为不想耽误迎头 长痛不如短痛吧 我觉得消耗一个女孩的青春来讲 对他非常的不公平 还说分手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的决定 网友不要乱带节奏之类的话 不过即使高宇田再怎么掩饰 都没有得到网友的赞同 甚至还有网友吐槽 他好像什么都说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高宇田这样草草地结束一段感情 这个曾经靠魔术吸粉 无数的高颜值博主 如今视野爱情双塔坊 不由地引起网友一阵唏嘘 所谓的爱情 一直都不是风花雪月时的浪漫誓言 而是看过无数风景之后 还能由内而发地说出 世间始终你好 如果说大熊猫的站立有段位 那么雪宝的站立 简直应该能够可爱的风神了 视频中这两个软乎乎的小家伙 是生活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的雪宝和千金 当时的他们还不到两岁 在奶爸的美食诱惑下 雪宝上演了一段插腰战 看到奶爸来放饭了 两眼放光的雪宝前脚一蹬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并且朝着奶爸的方向 步伐稳健的走了好几步 站累了就扶着妹妹千金的头休息一下 工具熊算是见识了 而且还会将两只小手搭在腰间 一副老子是国宝的嚣张架势 雪宝也凭借着插着腰 挺着大肚囊走路而活遍网络 从此之后雪宝便一展成名 也成为了整颗熊猫区院 直立时间最长的熊猫 好多猫粉为了能实地看眼雪宝那傲人的站字 不远千里的去往上海野生动物园 而网络上也流传着性感国宝在线插腰的话 其实奶爸之所以让熊猫站立 是为了锻炼熊猫腰部以及后肢的力量 特别是熊性大熊猫 锻炼后肢力量 对它们以后传宗接代很有帮助 按照饲养员这种育熊方式 下一步应该就是锻炼熊猫张口说汉语了吧 所以很多熊猫小时候都会两腿站立 不过我们的雪宝不但学会了站立 还站出了作为国宝的气势 2017年雪宝出生在上海野生动物园 妈妈是熊猫雪丝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二代 她的外婆更是有着逃跑新娘之称的白雪 而雪宝除了在线插腰 最有识别性的还是她的大圆脸 从小毛发就很长 而且四肢很短 小时候长相和花花相差不多 鸭熊如果放在一起 除了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的饲养员 其他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分辨出来 雪宝非常活泼 擅长爬树 战斗力也在熊猫圈数一数二的 作为熊猫圈最嚣张的国宝 雪宝成功凭借一张插腰罩 或编国内外 甚至有网友评论说 她好像知道自己是国宝 所以才敢这么有气势 除了雪宝 你还见过哪些性格奇葩的熊猫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小敬